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 新创除了热血创意与火力 其他重点让长辈告诉你 欢迎收听杨家长辈经未来的新创拼图 各位听众大家好 本周杨家长辈经趋势讲讲 想要跟大家聊一个课题 就是AI生成的内容 会不会让我们迈向无法辨识真伪的世界 所以我这一周的题目是 AI生成内容真的会让我们迈向无法辨别真伪的世界吗 其实现在的诈骗 不止台湾蛮猖獗的 国外也有 尤其现在有了AI生成的内容 我们会发现不少伪造内容的犯罪行为 举例来讲 一个有名的名人就是英国的首相 最近在脸书 他也出现在诈骗广告上 他做了什么事 也就是说AI生成了他的影音 他在鼓吹 请大家使用一个应用程式 然后宣称是Elon Musk 他们开发出来的 可以让大家规律的储蓄跟加速致富 那这个影片后来发现 其实他就是用AI制程的 是英国的一家公司 通常他会在每年12月1月 会投放相关分类的广告 以这个例子来讲 他总共12月跟1月的时候 投放了143类型的广告 那这个只是其中的一类 也就是说英国首相 只是算诈骗广告里面的其中一类 现在还有更严重的 不只是公众人物可能会被利用 其实在去年的6月的时候 美国FBI就是联邦的调查局 他就已经提出警告 他说现在他们已经发现 有诈骗组织利用假的性爱影片 来勒索一般的民众 还不是名人 是一般的民众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 就让大家开始担心 其实在AI的领域里面 这些研究人员在关注的问题 就是说要怎么见识 鉴别这些虚假不实的诈骗影片 或者是内容 那去年在New Orleans的AI相关领域 他最大的年会 在这个年会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大型的公司 比如说Intel 比如说微软 他会提出一些相关的侦测软体 那我们也会看到一些 大型的AI模型公司 在那个年会里面提出 他们在探索一种技术 想办法在自己创造的内容里面 增加一种浮水印 这样的话 AI生成的内容 就可以跟真实的内容来做区隔 所以以后我们要判断 他们生成的内容 到底是AI生成的内容 还是真实的内容的话 这些手法的AI公司 他们基本上就让你可以察觉 事实上是AI生成的内容 透过浮水印来让大家辨别 不过现在这个领域 目前不管是建设的侦测软体 或者是浮水印的技术 其实好像AI领域的专家 对相关问题都还是很悲观 英国经济学人有一篇报道 1月17号的时候 这篇报道提出来 他说当时他们就在这个年会上 随机简单的抽样 粗略的抽样 23个与会的专家 这里面有17位 他认为机器生成的内容 迟早会难与辨别真伪 那其余的六个人 其余的六个人 只有一个深信 他说无论如何还是可以辨识 其他五个是说 目前不太确定 还需要再观察 你就可以想见 其实绝大多数的专家都没有把握 而且认为有可能到后来 这些AI生成的内容 根本无法辨识 那我们回到刚刚的两大路线 一个是侦测软体 其实主张侦测软体 或者开发侦测软体的 这些业者 他基本上是相信 不管你怎么生成 机器生成的内容 他有可能会留下某一种痕迹 这种痕迹也许是 因为真实内容的某些元素 是无法完全复制的 所以可以从这一类的元素 来辨别 或者是机器过度增加了某些元素 因此侦测软体 它是可以侦测出来的 其实有一阵子 你看人类也都可以侦测 这个内容到底是不是 机器生成的 比如说有些影像 它机器生成 那你可能会发现 因为品质还没有很好 所以你会看它的手是变形的 或者它的中面是反向的 不过现在的AI越来越聪明 这一类明显的错误就越来越可以避免 不过发展或开发这一类侦测软体的业者 都还是相信 就是不管怎么样 侦测软体也是可以训练 也是可以提升它的辨识能力 就像现在已经有很多 AI它还是可以辨识 医疗的扫描片 里面的一些肿瘤 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软体还是有可能可以侦测出来 这是这一个路线的从业者的一些信念 不过现在就是说 很多专家在年会里面都有提出来 他说 可是不管任何方法 它基本上没有办法万无一失 以侦测软体来讲 它还是会有所谓的伪扬性跟伪因性的风险 什么叫做伪扬性 就是它是真正的内容 可是你误判它是机器生成 这个叫伪扬性 或者伪因性是什么 你误以为它是真实的内容 可是其实它是机器生成 那我们拿一个算 这个领域有被重视的研究 那是2023年9月 上海交通大学 他们重新刊出相关的研究 指出坊间最好的这些影像 侦测软体 他们做了研究发现 大概有13% 有13%的几率会发生伪因性的错误 也就是说你认为它是真实内容 可是其实它是机器生成 有13%的几率 那其实刚刚讲的这个研究 它是针对影像 但是文字的侦测 其实也没好到哪里去 前一阵子有一个相关的学术期刊 他也是发表论文 那那篇文章 它是比较房间14种工具 他发现现有的工具 侦测文字这个部分的正确率 也都没有到八成 也就是说 错误的几率有超过两成 所以这个就是目前侦测软体 大家担心的部分 你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找到 所有这些造假的内容 它还是有一定错误的风险 好啊 那现在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如果这些手法的AI公司 它在生成内容的时候 就加上一种数位浮水印 让未来这些侦测软体 都可以辨识 那这个问题会在哪里 比如说像在年会里面 加州大学Santa Barbara的分校 它修改了马里兰大学的方法 比如说它根据语言模型 在文字上设定的偏好 它就把文字分群 有些是绿灯区 绿灯区大概就不用去扫描政策 那如果是红灯区的话 它就去扫描政策 那政策什么 就是要想办法来查浮水印 目前发现浮水印的做法 大部分都采取这种 画素的些微改变 它可能是细微的改变颜色 其实我们人类的肉眼 是不容易辨识 但是机器是可以辨识的 不过这一类的浮水印 是容易被创改跟消除的 怎么说 如果它经过分割 旋转 磨浮 或者重新造型 这些动作之后 浮水印常常就会慢慢淡化跟消失 现在有一种浮水印的技术 叫做3 ring 我把它翻成三环 其实它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它影像生成 目前影像生成最近部的程式模型 叫做diffusion 是在数位画布中加入随机的杂讯 然后在影像出现之前 浮水印会出现在杂讯中 而不是生成在影像中 所以影像即使被修改 它也不会破坏浮水印 不过浮水印还是有可能被破解 比如说Harvard的一组研究人员 他就发表了一个方法 来消除刚刚讲的浮水印 他就先增加新的杂讯 然后再使用另外一种AI模型 来消除这个新杂讯 其实它同时也会消除掉 原来藏在杂讯里面的浮水印 因此它们就可以破坏 任何原本放进去的浮水印 目前Harvard这一组人员是宣称 有三种文字的浮水印技术 他们已经确定可以创改它 那马里兰大学 他去年9月发表的研究 也是宣称 目前所有影像浮水印的方式 包括刚刚讲的比较进步的 三环 都是没有办法确保万无一失的 所以简单的说 目前好像我们在跟AI的技术在竞赛 AI的这些技术会生成很多 非真实的内容 看起来不管是 目前的哪一种技术 基本上都没有办法百分之百 确保可以绝对百分之百 辨识真伪不会有任何错误 现在该怎么因应呢 去年7月美国政府就宣布 他说有一些AI公司 自愿承诺 他说会在发展AI的同时 也会投资浮水印的技术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浮水印刚刚已经讲过 也不是万无一失 可是现在大家认为 有总是没有好 不过眼前的这个问题 就看看未来的发展如何 只能说现阶段这个时间点 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因应跟防范 并没有办法非常的乐观 以上就是AI的应用 产生的一些伪造的问题 这是目前最新的资讯 提供各位听众参考 希望各位听众觉得 今天节目的资讯有所帮助 那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